大家 晚安 大家晚上好 我覺得這個光線 感覺我的臉是輕的 怪怪的 沒辦法因為我前面 有那個 notebook 有那個 筆記型電腦 OK 那所以沒關係啦 小幫手有建議我說我這個放鞋的 但我覺得應該還好 大家知道我臉色沒有發青 如果有感覺上好像有一點點色差的話 那應該是那個notebook他的那個 有點白光啦 Spring晚上好 秋萍晚上好 朱蒂大家晚安 我的聲音還OK嗎? 可以嗎?有聲音啦 哈囉 有位銀汝 欸晚上好晚上好 喔 好啦我看到我自己啦 我也看到大家啦 Cony 秋萍 雅惠 仲萍 大家晚安 呃 這個 因為今天喔在外面出差 那所以也是跟各位同學先 預告一下 如果說難得直播的過程啦 這網路的訊號 如果有不穩定 或者是說覺得聲音斷斷續續 又或者是覺得畫面呢 好像有點 嗯 這個模糊或者是 顿爹的話呢 那大家呢 可以先 出去 然後 要回來 哈哈哈哈 除了離開一下直播 然後再回來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那如果說呢 沒有好的話 那就真的要請大家多多包涵了喔 好的 哎呦 秋萍 噢 感恩喔 好 那小專晚上好 嘿那個小編呢 已經把今天晚上跟大家聊的啦 就是我們從姓名啦 今天我們大家來聊聊姓名好了 我怕一直這個 聊 聊風水啊 大家可能會聽到有點疲乏 有點累了 那我們就來來 聊聊姓名 好 那既然是聊天呢 所以我覺得同學們呢 你們 我們也不要這麼嚴肅 好像說 喔老師要上課了喔 齁要很認真聽喔 之類的喔 放輕鬆 聊這個 姓名的這個話題 我們就放輕鬆 那既然放輕鬆 我也是誠摯的跟大家一起 嗯 我的一個觀念 其實 我們講說姓名學 確實 它 一定是我們預知的 一個能力 或者是說呢 它的一個能力 或者是它的一個比例 那所以呢 呃 有一句話 像我在我的 辦公室後面啊 我有一個牆 有 有貼一大片壁紙啊 壁紙裡面有一段話 叫做 赤子千金 啊 不如赤子好名 也就是說呢 你留給孩子 金山 銀山 你倒不如啊 在孩子生的時候 你就幫他 去 那因為畢竟啊 嗯 以中文的一個 名字 像一個人的名字嘛 那以前 那 那當然就是 第一個 寫起來要覺得好看 那在這個呢 名字呢 最好寫起來 也好看 第三 它在讀音裡面 或在它的字型裡面 能夠隱藏著一些 或者是說 能夠很明顯的感受到一些 這些比較 什麼比較吉祥的含義啦 啊 像以前 很古早古早 以前喜歡用什麼 符啦 對不對 然後喜歡用什麼 什麼 嗯 反正就是 喜歡 山竹子 之類的 啊 就是會有一些 隱藏的意涵 在名字裡面啊 那以前是比較喜歡這種 這種概念 好 那姑且先不論說 嗯 以前人的名字 他們是怎麼取的 但是我們回歸到 姓名學而言 我個人會認為哦 系名它佔 就 百 三十 哦 這個 聲音有斷斷續續嗎 同學們我確認一下哦 聲音卡卡 那這樣好吧 我嘗試著哦 我不要 帶麥克風 哦 我把麥克風拿掉 也許是麥克風可能快沒電吧 等我一下啊 啊 哎呦喂啊 欸 這樣子 OK嗎 可以嗎 這樣的聲音可不可以 來大家同學幫我確認一下哦 如果說我把麥克風拿掉 聲音還會卡卡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網路的關係咯 哦 然後 Eva說 有 哦 可以了哦 不會再卡了是不是 好 哇 OK 感謝好 那可能是麥這個電量不夠啦 好 OK 欸剛講到哪裡哦 這個姓名啊 佔的比例啊 就佔的百分之三十啦 我的觀念來看百分之三十 那當然有很多一些 可能網路上面的說法說 哇 姓名很重要哦 說哇 改了一個名字哦 可以 好像什麼大富大貴 人生做一個180度一個徹底的改變啊 欸 我個人呢 以我個人的角度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 有點這個浮誇了哦 因為不管再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就命理的一個原則而言的話呢 其實我們個人的八字 還有我們個人這個命盤 它賺的比例才是比較大的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命 這個叫做命 真正能改的叫做運 你要想啊 就是說 就是說 你這個不能改的賺的比例 那肯定是賺整個比例是比較大的吧 你不可能就是說 那可能我生出來的 我的八字 可能某些方面 比方說健康方面 真的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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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改了一個名字之後 我的健康可能就從 很弱的一個 比方說四十分的體質 馬上崩變成一個 我可以當成運動選手 九十分的一個體質 這個不太現實啦 所以真的誠心建議大家 就是說姓名這一塊 他我再次強調 他有他的重要性 他也確實在運勢上面 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我們講命和運 兩者的比例 這樣子比較起來的話 他佔的比例 在我的觀點看 最多就百分之三十 因為今天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 要名字看 能不能夠有貴人運 或者是說 有些同學會期待說 我能不能夠透過改名字 去增加我的這個貴人運 那我先講喔 嗯 我的觀點我認為啊 不管是說你的八字如何 你的命盤如何 或者你的名字如何 我們要增加貴人運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廣結善緣啦 那我們還是要懂的 就是說呢 在適當的情況之下 多多跟別人分享 樂於助人 很簡單 這是一個能量不滅定律嘛 你一定要有捨 才有德 要捨不是說 要你去放棄自己的原則 而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 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工作和僵體的前提之下 你能夠多為社會 多為別人做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一種能量的付出 那能量不滅的一個概念是什麼呢 我們先姑且 不論說什麼玄學啦 當你付出了一個能量之後 代表就是說 從你身上 你已經去 我們講說布施了一部分 那老天人基本上是公平的啊 你布施了一部分之後 他會想辦法 從任何一個管道 去把你布施的這部分 把它給補回來 而且很多時候喔 你補回來了 反而有機會 會給你布施出去的 還要更多 所以啦 我們就是 有些 有的時候 民間有一個俗話嘛 說吃虧就是占便宜 那這個 其實也是其他有字啦 好的 來 那我們就 有了這個基本的概念之後呢 那大家 我們就抱持一個拼 這個輕鬆的心情 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了啦 好 那所以呢 如果說 同學們 你覺得你的親朋好友 對於啊 自己的名字 有沒有貴人運 或者是說 可能常跟你在那邊 抱怨說 哎呀 我覺得我的這個貴人很少 小人很多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了 到底是不是跟自己的 這個姓名有關係 如果是有這種情況的話呢 你可以嘗試把今天直播分享給他 讓他一起來參與我們的內容喔 好啦 那我們現在講喔 其實以姓名學 如果要看有沒有貴人運喔 他有幾種方式可以看 第一個呢 也是大家比較常去討論的 就是在 你說在 像在我們這個 命運好玩的節目 那有些老師就會分享啦 這個欸 哪些姓名筆劃對不對 因為筆劃就很直接嘛 我只要能夠算得出來啊 我的這個 人格啦 我的總格啦 或者我的地格 我的外格啦 筆劃是多少 其實就直接可以對應 就是說喔 這個筆劃的一個靈動術 或者它代表的一個含義 它至少從姓名的一個能量上面 它能夠直接或間際的提升 我的一個人際關係 那其實喔 真的要講貴人的這個筆劃喔 其實蠻多的耶 非常非常多 我真的要唸完的話喔 可能光唸完就差不多要 10秒鐘到15秒鐘 很多啦 好那我還是唸一下喔 我就唸一次 我就不重複唸了 那同學們 如果你沒有聽清楚的 你可以在今天直播之後啊 你回去就是看回放 好 不管呢 就是你的人格 總格 還有外格 或者是說 其實地格也算啦 那天格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天格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的性 那所以這個我們改變不了 好 那就建議囉 就是這四個格 人格、地格、總格、外格 你只要有 13 15 16 21 23 24 25 29 31 32 35 38 39 41 45 48 只要你的 剛剛講的這四個格裡面 有剛剛講的這些筆劃 它都會跟你的貴人運 還有人際關係 有這個正面的一個幫助 好那因為其實這些筆劃的 這麼多的一個筆劃的靈動術裡面喔 其實他們大部分體現出來的都會跟我們在社會上 跟事業上面的一個成功有正相關 有些筆劃它確實就是它的財運的能量會很強 有些筆劃它在這個事業上面表現加分的能力會很強 但是因為畢竟性民學其實如果說我們假設是我們中國人在有 我們姑且先不討論說 因為有些學派是說性民學是日本人發明出來的 那我們先跳脫出日本人的理論 好那至少呢就在我們這個中國華人的一個習慣 我們在財運上面要能夠成功 我們要在事業上面要能夠成功 其實人際關係非常的重要 好那這個人際關係 除了說我們跟家庭之間的人際關係 那古代講什麼 要家庭和樂嘛 家和萬事心嘛 你跟家人不管是你的父母 你的配偶 你的子女 或者是你的親戚 你們關係和睦 關係和睦了 那你自然來 你對外面的這個 一些不管是心態啊 或者是說你工作的表現啊 就能夠變好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什麼 是指你在那個事業上面 好那事業上面呢 其實要能夠成功 以前在事業上成功 就兩個 一個做官 對吧 就是你你可能考試的 你做官的 你不管當什麼 舉人啊 狀元啊 秀才啊之類的 那你的官會越做越大嘛 那以前中國講的 就什麼文化 官場文化嘛 顧前線 不論說官場文化 到底是真心的 還是虛情假意的 但是你在官場之間的人際關係 你要弄得很好嘛 是不是 那官場你的人際關係 其實就是你的貴人運啊 你有這個很好的 很有力的這個後台 你貴人很強 就算你的這個專業 平平 當然不可能很差嘛 就算你的專業平平 但是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後台 或者是說呢 你是真的很認真的 是在做這個做官 那旁邊的這個人啊 真的有辦法把你拱到一個更高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你的人際關係也相對好嘛 這針對做官 那還有是什麼 你做生意的嘛 以前要成功 真的沒辦法 要不要做官 要不要做生意 那做生意的比較多啦 因為以前大部分的人 其實文化水平都不是那麼高 不見得都會寫字 也不見得都認識字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做生意了 那做生意 那做生意 你說人際關係 那更不用講了嘛 是不是一些所謂的人情事故啊 你不管是說跟你的客人之間啊 或者說你跟官員之間啊 這個人際關係都是要做好的 所以就會發現啊 其實剛剛講的這麼多的一個筆劃 其實他們的一個我們講做結果論 的確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些會針對財運 針對收入 有些是針對我的事業 但是在以前的一個習慣而言的話 我要有財要有事業 其實它一定會有一個過程 叫做你要有人際關係 你的貴人運要好 所以啊 才會就列出這麼多的一個數字在這裡 好那所以這是針對 以數字的一個理論啊 來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所以呢 來來來來來來 那就是看一下囉 就是你自己啊 或者是說你的 你的親朋好友啊 你們家的小朋友啊 在這個人格 地格 總格 外格上面 是不是有這些筆劃 如果有的話呢 至少就姓名學筆劃的理論 他是能夠幫忙 我們在這個人際關係上面 獲得加分的了喔 那如果沒有咧 沒有沒有就沒有嘛 沒有就抱持平常心嘛 哈哈 我剛剛講 我剛剛已經強調了喔 嗯 姓名學 他在運的一個比例 他最多就只有30% 那所以沒有的話 那怎麼辦 那靠自己努力嘛 是不是喔 好 那除了說這個筆劃而言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派的姓名學 他喜歡用什麼 他喜歡用字型 也就是這個字型啊 如果說能夠跟自己本命的生肖 能夠搭配 搭配是什麼概念呢 比方說 他有形成一個六合的關係 會有形成一個三合的關係 甚至是形成一個三會的關係 他都能夠透過這個字型 來去提升我們生肖方面的一個貴人運 舉例而言 舉例喔 單純是舉例 來 比方說 如果線上有同學 你們生肖是屬猴的 欸 那你在名字裡面 你就可以嘗試用什麼 有這個錯字旁的 錯字旁 我舉例啊 像那個安逸的逸 你知道嗎 或者國父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 其實本名叫孫逸仙啊 Dr.孫亞生 對不對 孫逸仙先生 這個逸 逸呢 你看喔 逸其實它是兩個生肖結合在裡面喔 逸它那個右邊叫做兔 左邊叫做蛇 錯字旁其實它就是蛇 那因為蛇呢 是屬猴的暗貴人 也是呢 所謂的這個六合貴人 所以啊 我這樣舉例 就是如果說屬猴的同學 你在名字裡面 你能夠用錯字旁 其實他已經幫你在名字裡面 暗藏了一個你的暗貴人在裡面了 那這樣子就是欸 當別人在叫你的時候 欸這樣叫啊叫啊叫 或是你寫啊寫啊寫啊 那就是很自然的就能夠 透過這個字型把你的這個貴人的能量 給往上提升啊 這個是字型啊 當然部首也算啊 部首也算 那這個部首會怎麼樣來做呢 我再舉個例子啊 比方說欸如果說你的生肖 你的生肖呢 假設你是屬 今年是龍年 好假設你生肖是屬龍好了 那屬龍 那屬龍呢 龍跟誰是三合呢 猴屬龍嘛 好那呢 然後這個猴屬龍生子神 三合北方水 三合北方水 所以呢只要你的名字裡面 有隱藏了水的一個概念 或者三點水在裡面 欸其實這個水的一個氣場 它就已經在隱隱約約成就了 你這個三合的貴人運喔 那同一個道理 你說龍的這個六合生肖是誰 就雞嘛 就是雞嘛 那不是不是說 要要你在那個名字裡面去藏一個雞的一個 一個頭的一個圖案 不是 那只是呢 就理論上如果你雞裡面能夠有鳥字旁 或者是說呢 像那個燕有沒有 那個叫做燕 什麼燕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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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文 OK算了 跳過 這個可能有點不太好形容 就是只要有類似像這種 鳥的一個部首 那其實也是暗藏了這個 所謂的暗鬼人在裡面 那當然就是因為鳥畢竟 嗯 這是一個理論值啦 那你說鳥要真的要找到好看的字 或者好念的字 好寫的字 不見得好找 也不見得能夠搭配起來 那所以呢 那簡單的來講 那所以我們透過姓名 我們要去看 有沒有貴人運 除了從筆劃 也可以從字型啊 也可以從部首啊 這樣子去 去去去去 能夠找出來 好 那但是講到這邊呢 也要提醒大家 通常我們在看名字的時候 啊 我們會搭配命盤 一起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說呢 這個名字 你不管再怎麼取 你取得再好 其實它終究是一個配角 啊 我知道大家也許 不管是說從節目上 或是從網路上 也可能有看到一些案例 說如果改了名字之後 哇 飛黃騰達 麻雀變鳳凰 那我個人會認為啊 嗯 絕大多數還是來自於 當事人的命盤 或者當事人的八字 我舉例而言 如果說你的命盤 本身你的人際關係 或者你的貴人運 就很好了 那你取了一個 你取了一個 就是含 有隱藏貴人能量的名字 給自己 那叫做錦上添花 也就是哇 人際關係本來已經九十分了 我再取了一個很好的一個名字 哇 那人際這個貴人運 可以加強到將近九十九分 這麼這麼的高啊 那你如果說你能夠 適當的去運用一些 這個在人際方面的資源 或者好好累積你的這個 人脈的存款 那就對於你未來在生活上 事業上面 那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叫如虎添翼啦 好 那可是呢 會有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你本身你的這個命盤 貴人運就是非常非常的差 比方說你指紋命盤 你的仆義工真的是糟糕到不行 可能就是有捷空啦 有地空啦 有晴陽啦 或是一什麼畫技啦 當你的仆義工 你的朋友工 有這幾個煞心在裡面 它直接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就是說你容易物交損友 然後呢 你知心朋友很少 那如果這個時候 你還在那邊 一天到晚就是啊 跟別人花天酒店啦 或者是說還是很輕易的 就跟別人去合夥做生意啦 或者是說呢 別人跟你借錢 你就覺得就是說 啊我相信你的為人啦 你錢又借出去啦 那你會容易怎麼樣 陪著夫人又責兵嘛 你借出去的錢 你不能要不回來了 而且呢 你可能連朋友 最後都沒有了 那你去合夥的話呢 不僅在最後的事業 很容易泡湯 那順勢呢 原本還很好的這個友情啊 也因為這合夥失敗 那就是告吹啦 那當發現這個命盤啊 這個哇 這個溥役工 朋友工真的不是很好 那怎麼辦呢 因為命盤 我們改變不了嘛 命是不可能改變的 好那 我們能夠改變的是什麼 就是改變我們的運嘛 那改變運的話呢 名字它就是一個方式 OK那我就透過名字 我比方說我盡可能的 把一些跟貴人有關的元素 加到名字裡面 那這名字 你取的時候 注意哦 你要嘛常寫 要嘛別人要常叫 你不要取了一個 哇很好聽的名字 結果別人都叫你 Cassie 別人都叫你 Jack 別人叫你John OK那結果你這個名字 你根本沒有在寫 也根本沒有在叫 那其實這個名字 我個人會覺得 那就可惜啊 那對於你的幫助 當然就會比較小 好 那你這個回歸到剛剛說的 本命貴人運不好 但是有一個 很好貴人運的一個名字 至少它能夠 對於你在朋友的選擇上面 欸有修補的作用 修補的作用 什麼概念 本來你可能周圍 周圍這個圍繞的 都是一群狐朋狗友 或者都是一群呢 對你 呃有這個 這個叫做呃 有其他想法 想要占你便宜的朋友 可是有一個好的名字 進來之後呢 我告訴你喔 這些朋友 狐朋狗友 他還是會在 不可能你改了一個名字 你的狐朋狗友 馬上就變成一個 哇社會上流人士 欸現實 這個理智一點大家 我們大家在看 命理任何開運 一定要理性 客觀一定要理智 好如果說我們一旦失去的 理智客觀理智 沒有邏輯 這個就叫做迷信 OK好 那你這些身旁的 這些不好的朋友 他還是在 但是這個貴人是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人 欸當你可能要做出 一些錯誤決定的時候 他會在旁邊提醒你 啊他會提醒你說 欸你要不要再考慮看看 或者是說 可能就提醒你說 呃這個人他可能之前 有過一些失敗的經驗 啊那他現在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 他就會欸可能有意無意的 不管這個人可能是你很熟的 甚至呢可能你根本就不認識他 但是他不經意的一句話 欸點醒了你 讓你會稍微停頓一下 人只要在停頓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激情呢 他就慢慢的冷卻 回歸於理智 欸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有意無意的去幫助你 避免損失 懂嗎 所以有的時候貴人不見得是 他是真的這樣子 一下子把你的運勢往上加 有的時候貴人的出現 他是讓你不要損失的 這麼多 哦 他的一個概念是這樣子的 哦 所以呢這樣講到這邊 那你說到底 是命盤重要還是名字重要 我個人會認為啊 這個還是命盤會重要啦 因為我們還是要知道 就是說我們這一生 在比較弱的地方在哪邊 比方說像我剛舉例的 這個朋友上面 本來就容易遇到 嗯 比較不好的朋友 或者知性朋友 本來就不多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是要盡量去降低 跟別人合夥 或者跟別人借錢 又或者是說 過度相信別人的一個情況啦 哦 好的 那我們了解的這個 有貴人運的這個狀態之後 既然有貴人運強的 是姓名比劃 那相對的 他也會有貴人運 比較不好的情況 貴人運不好呢 那簡單的講 那貴人跟小人 其實他就是一線之隔啦 就是一個正跟反 因跟陽的一個概念 所以當你貴人運 貴人的這個能量比較弱 就代表你的名字 容易會這個俗稱的 范小仁啊 哦 那這個范小仁 我必須說 有的時候呢 嗯 我還是強調 名字他對一個人的影響 其實就30% 那這個名字 范小仁呢 呃 他的解釋狀況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 這個呃 我們重點式的來講 那我先告訴大家幾個筆劃 你們要稍微留意一下啦 哦 那再次強調 接下來 我公佈的這些筆劃 如果你有上榜 你有中獎 保持理性客觀 因為我們在看任何的直播 看任何的節目 哦 那分享的這些結果呢 其實都是在提醒自己 哦 就是我可能在不經意的情況之下 或者我可能在這種情緒比較高亢 或者比較失落低潮的一個情況之下 容易會做出錯誤的決定啊 這個想法大家一定要有哦 哦 哦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呃 我覺得啦 名字畢竟是我們的長輩 畢竟是我們的 呃 父母給予我們的 哦 那所以如果說各位同學你 當你發現你的這個姓名筆劃不是很好的時候 第一個 你不要先入為主的去怪你的父母 好嗎 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第二個好 那知道姓名筆劃不好 並不代表說你這一生你都不能交朋友了 也不代表說這一生就毀了 而是說你交友要謹慎 我講的這兩點是在你不能夠改名的情況之下 好 那當然如果說呢 哎你你知道就是說哎我有上榜 啊然後也許跟父母就是做了溝通 那他們也覺得就是呃 呃能夠接受你的想法 就是什麼想法就是 哎你想要把你的名字做些調整的話 啊 那當然OK 好 那我再另外舉個例子啦 嗯 其實以台灣哦 就是呃 我舉兩個人的姓名 這兩個人的姓名 如果按照姓名學的理論 其實真的啊 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他們是我們印象當中 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第一位就是王永慶爺爺 呃 如果說懂姓名學的同學 你們可以去算一下台灣 好 王永慶爺爺爺他的姓名比劃 如果單純我們就姓名比劃去看 王永慶這三個字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想像說 他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 好 但是呢他非常的成功 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還有另外一位 欸這位企業家他還在啊 就是我們的啊 曾經的台灣首富就是郭董 郭台銘啊 郭台銘先生 其實他的姓名比劃 組合上面也不是那麼的完美 但人家成不成功 很成功啊 非常的成功 好 那也許啦 就是說 有人提醒過他們啊 在姓名上面呢 呃 可能會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一再提醒大家的 要回歸他們的八字 還有他們的命盤 這兩位企業家 其實他們本身自制力 非常非常的強 至少在事業上面啊 家庭上面 我就不多做評論了啊 啊 自制力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執行力非常非常的高 他們發現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或者提前知道自己 可能在哪邊容易判斷錯誤 啊 他會請旁邊的人 他的幕僚 或者是說他會隨時告訴自己 欸 嗯 如果真的不小心犯了一次錯誤 沒關係 但是相同的錯誤啊 盡量不要再犯 好 那講了那麼多 來就提醒大家 容易會犯小人的筆劃喔 也是蠻多的喔 好 總共呢有 10 12 14 19 20 22 26 27 34 36 37 40 42 好 那我先講這個容易犯小人喔 他會 我們講 個性上面 為什麼會容易犯小人 他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來自於自己 啊 比方說呢 舉例喔 像以2737而言的話 這個個性上面喔 就很硬 硬就是說呢 什麼事情都要衝第一 而且呢 決定的事情 旁邊人要改變你的想法 很困難 啊 那再來就是說呢 有的時候呢 就是死鴨子嘴硬 你明明知道會失敗 但是就是 非要這個 拖著整個團隊下去做 所以很容易會 那個什麼 夠人玩啊 會雇人怨 那另外一個呢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26 36 26 36 其實在性命學的筆劃裡面 有一個格局 叫做悲債格 那這個悲債格 不見得是自己欠債喔 有的時候是你的親朋好友 比方像有的時候 我們會聽到啦 可能爸爸做生意失敗的 負債 這個叫負債職償 就是說孩子必須要把爸爸的負債 給承接下來 那有的時候呢 可能是因為你的配偶 不管是你的先生 或你的太太 在外面可能出了一些狀況 那你必須要幫他還債 那最常聽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兄弟姐妹 還有你的孩子 所以就會容易有這些情況 那因為我 這些同學的一些 我們所謂的損失 是人所造成的 所以造成這個問題的人 其實在歸類上面 他就已經被歸類為小人了 哈哈哈哈 好OK 那其他的比方說 像是十話啦 十二話啦 十四話啦 就十九話啦 那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不自覺的 就會吸引到 比較 這個能量跟磁場 不是那麼正面的 這個人事物啦 那所以呢 那不自覺的就會 也會容易會遇到不對的人 或者是說被不對的人誤導 導致生活上面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OK 好 那我也是一樣 我去做一些分析喔 就是如果呢 你自己或者是你的親朋好友啊 有這些筆劃的話 假設你的命盤貴人運是好的 假設你貴人運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你的姓名筆劃裡面 有這些容易犯小人的筆劃的話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你偶爾啊 我們以感情的理論而言的話 你偶爾會遇到渣男 或者是說你偶爾呢 就會遇到一些對你 其實不是這麼真誠的朋友 那或者是說呢 你本身知心朋友啊 就容易這樣子不多 那或者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欸 我可能在國小時期 國小時期 哇我有非常好的朋友 哇跟我陪伴了一個六年喔 哇我覺得就是說 哇我們一定要一起長大 我們要念同一間大學 我們要幹嘛幹嘛幹嘛的 欸結果小學畢業之後 蹦就斷著聯繫了 啊 那然後呢 比方說又再進入到了這個 到了大學 哇大學四年 大家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人生 人生的目標 就說啊就是 大學畢業以後 那我們還是要保持聯絡 不管我們就是 各分東西 我們的每年都要聚在一起 我們好閨蜜好兄弟 啊之類的 結果大學畢業之後 蹦斷著聯繫了 那還有就是說 以男生而言 這些很常遇到的 當兵 有沒有 當兵 哇這個 同梯的 喔因為當兵這個 革命情感啊 啊 這是這個很苦啊 苦在一起苦 對不對 甚至這洗澡都在 都坦承相見 然後就說啊兄弟 我們這個 退伍之後 啊我們一定要保持聯繫 我們可能每個月都要出來聚餐 啊之類的 哇大家這是 哇山盟海事喔 哇承諾來承諾去 結果退伍之後 蹦也都沒聯繫了 所以就是說 欸其實你的命盘 貴人運好 代表是你這一生 其實你很容易遇到一些 知心的朋友 但是這些知心的朋友 好像都不長久 啊就是我 這個命盘 命盘 貴人運好 但是我名字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扣分 針對人際關係 在扣分的地方 好 那另外一種情況 那當然我們就覺得 是真的比較可惜的啦 比方說 你命盘的貴人運 看起來 這個仆役公 朋友公 就是糟的一塌糊塗 結果 你的這個姓名呢 又是一堆 一堆什麼 容易犯小人的這個筆劃 啊那對於你而言的話 你就覺得天啊 人生 真的就是懷疑人生 為什麼 因為你總覺得好像 好像交道的這個朋友啊 都是啊 不是不是很好的 然後對自己也不是真心的 甚至呢很很常挖洞給自己跳 要不然就是 把自己推到活坑裡面的 就開始就是 不相信人生 不相信這個朋友 然後這個疑心病 就會變得比較重 然後呢甚至呢 比較常遇到的一個情況 就開始這個 可能就怨天啦 怨地啦 就覺得說上天 為什麼不這麼不公平啦 好像貴人跟自己是絕緣體啦 就會有 總有這些情況了 好那所以這個 呃 就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看看啦 那就是 如果說 我們要講說 姓名要看有沒有貴人 可以怎麼看 好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從姓名比劃 單純從姓名比劃去看說 呃 如果 呃呃 我的這個 呃 姓名是不是真的 本來就容易會犯小人 好但是呢 還是強調 還是強調 今天要再跟大家分享 姓名的這個內容 抱持平常心 好 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議大家 我們要了解自己 啊 透過 不管透過任何方式啊 你說什麼透過什麼 心靈諮商了解自己 透過什麼呃 一些心理醫生了解自己 或者你透過八字 透過這個 紫維命盤了解自己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呃 比較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你了解自己之後呢 你可以再參看啊 你可以再參考你的姓名啊 因為姓名他可能就算是一個調味料啊 他負責就是啊 加分 那有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這個 減分啊 這我覺得就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了啊 好那然後 來同學 我剛剛看有同學問啊 就是英文啊 英文呢 有沒有這個姓名學啊 我個人會認為啦 英文沒有所謂的這個姓名學 因為 英文的這個翻譯真的是見仁見智啦 你比方說Michael 你光是這個Michael 你要翻成中文 每個人翻法都不一樣 人家麦考 人家麦克 然後麦呢 有的時候這個麦的寫法又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 嗯 英文的話不在我的考量之內 但是 就是 日文 就是日本 日本不是有會那個 評假名和騙假名嗎 對不對 那以我記得是以騙假名而言的話 它大部分都是漢字 比方說像是酒井法子 一講酒井法子 就是這個 體現出我的年紀了 哈哈哈哈 舉例 不行 我一定要舉一些年輕的 這個 這個 算 跳過這一題 OK 像那個酒井法子 好啦OK啦 酒井法子 你看四個字啊 它也是可以算這個筆劃 也可以算人格 總格 外格啊 因為它也是有姓嘛 好 但其他的什麼德文啊 法文啊 然後還有那什麼英文啊 那我就 就 我個人認為 它這個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了啦 好 那 來呢 同學現在有問題的話 不管是姓名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 其他命理相關的問題啊 都可以來問啊 好的 來 嗯 來 來 有同學問說這個 其這個字應該是十二還是十三話 只要有王字旁的喔 有王字旁的喔 那因為它是玉啦 玉 它真正是玉 你那個王你不能算四話 你要算五話 要算五話 好 那可是呢 如果說你是姓王的話 欸 那這個姓名曲的門派不同 他就會不同的講法 有人說如果你姓王 你的這個姓應該要算四話 但是也有一派是說 如果你姓王 你要算這個玉 要算五話 好 但我個人啊 我先說我個人一個習慣 當王是在姓的時候 就是算四話喔 好 那然後喔 感謝新榮 對啦 最近很紅的大古祥品 有沒有 有沒有跟上時代的大古祥品 喔 又帥又會投 又會打又多金 讚 可是人家好像已經結婚了 對不對 人家有家事了 好啦 那我們就只要欣賞 流流口水 這樣子就OK了啦 哈哈哈哈 好 OK 來 有同學問說 齊的筆畫是幾話 你可以 這樣子齁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去確認自己的名啊 筆畫 正確筆畫的話 你們可以去找康熙字典 去找康熙字典 比方說像 你這位同學問的這個齊 密字旁的齊 密字旁的齊 你就先去找你的部首 這個密字旁 它是幾話 再加上你旁邊 奇怪的齊的這個筆畫 兩個加起來就是你正確的筆畫 你可以自己嘗試去算上看 如果說你不確定的話呢 現在Google很方便 對不對 你就上Google打你的這個齊 你就打姓名筆畫 這樣子就知道了喔 感謝大家的這個稱讚 說我講同梯的台語很標準 對啦 目前喔 就是我還是停留在單字階段 但是單到 從單字要到造句 我還在努力的在學習 鋼鐵 鋼鐵 應該還算是蠻 蠻簡單的一個發音啦喔 但是再困難的我可能就要 欸 可能會有點 講到 沒有 練 是這樣嗎 小幫手在旁邊笑了 算了 我還是這個 慢慢來 慢慢來齁 好 然後 Emily問說 老師姓名的筆畫是用繁體 對的 是用繁體沒有錯 因為馬來西亞都習慣寫簡體 好 因為在傳統喔 傳統的姓名 傳統的中國文字 其實通通都是繁體啦 簡體其實是近代 近代去簡化這樣子創造出來的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在算姓名的時候 一定要以繁體為主喔 要以繁體為主 那除非 除非有一個狀況 你的姓名本來 在取的時候 用的就是簡體 這個例外 這個例外 但是呢 我們一個邏輯 一個邏輯 還是要以繁體為主啦 好 那然後 心中有問說 鳥字鞭頂多有鱸 哦 捐可以用 啊捐還有另外一個字 可以啊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玉立文說 猴第二個字步有金 金的步手也OK啊 為什麼呢 因為猴的 猴就是身有序三會西方金嘛 那所以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什麼六合啦 三合啦 三會啦 其實它都跟貴人有關係 所以你猴用金字旁是可以的 而且以身 身 因為身代表 猴代表就是十二弟子的身嘛 身的五行本來就屬金啦 那OK啦 沒問題的 好 那來同學們 來我們來看看 Sarina說 老師我先生的名字最後是強 是不是不好 因為有公還有蟲 我不認為會不好啊 哦 好講到這邊了 有的時候這個姓名玄 因為他門派太多了 有一個門派他比較像是這種 說文解字的 他會去拆解你的姓名裡面的這個字 像曾經有位同學就問我 他說老師我屬豬咧 我屬豬的話 我的姓名裡面是不能夠有口 為什麼 因為呢 就某個說法是說 這個豬啊有口啊 會一直吃一直吃啊 然後吃到就是說 好像不管是走不動啊 然後你知道豬走不動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那個桌上的那個 那個貢品啊 就是變成那個被宰掉的啦 所以說這個屬豬的同學不能夠有口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說法有點牽強啦 因為你那你這樣講的話 你比方說屬雞啦 屬豬啦 屬老虎啦 然後屬老鼠啦 屬牛啦 對啊那通通都不能夠有口啦 因為這些動 因為其實這些生肖而言都是靠嘴巴吃飯嘛 是不是 那但是另外一個講用口喔 口的一個講法是說 這個叫做 因為以前呢 以前其實在 零以食為天 大家覺得有飯吃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飯吃 因為代表家裡面有收入 所以啊我們講說路 路代表的就是那個 福路受财息的路 路代表的財路 代表的官路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 是讓我們人能夠正常 維持生命的實路 那這個實路 其實就是口 它就是一個代表 喔 所以 所以才會建議大家喔 嗯 越是門派 門派越多的這種命理的學問啊 大家可以多聽 但是如果說你們最後要用 或者你們最後要信 你們掌握到一個系統就好了 不要想說我這邊抓一點 這邊抓一點 這邊參考一點 這邊參考一點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名字 第一個要嘛取不出來 要不然第二個 你取不出來的名字 念起來很奇怪 要不然就是說 你會用一些 這個叫做非常稀有的字 這個字 可能大家看的都不知道怎麼唸 好不好 這是建議大家的啦 喔 所以來回答這同學的問題 喔 就是說這個有公和蟲 會不會不好 我個人會 我個人認為不會啦 所以請放心 喔 那再來就是說 呃 同學問說 對 情容沒錯 是以康熙字典為主 好 悲題問說 老師請問名字 只有一個字 會不好嗎 呃 其實這種單姓單名的 也不一定說不好啊 不一定會不好啦 啊 那單純就是說看 幫你取名字的老師 他的功力怎麼樣 或者我這麼說 嗯 就我們講說三才五格啦 喔 因為姓名寫一個門派 叫三才五格 就是什麼什麼 人格總格外格喔 那你這個單姓單名的話呢 那你的外格基本上就虛掉了 就空掉了喔 因為你沒有最後一個字嘛 你最後 你最後一個這個 或者我這麼說喔 你只要是單姓單名的 呃 你不管你的名字怎麼寫幾話 你的外格永遠都是兩話 懂我意思嗎 比方說可能 哇這樣可能要舉一些 比方說王傑 造船 還有什麼 呃 還有什麼兩個字 黎明喔 王傑造船黎明 這三個字筆劃都不同對不對 但是這三位藝人他的外格 通通都是兩話 所以這個兩話 他是被這個創造出來的 好他是虛的喔 好那來我們再繼續看 呃 辛龍說 刀 或者是 這個好像任何生效都不太行 哈哈 啊 OK好 呃 再來我們來看 呃 有柔柔有問說 呃 卧室天花板的消防沙水管沒有包管 不過他有七層和天花板一樣的顏色 測量天花板之間的距離為290公分 距離你說的3米至少一差10公分 因為管子就在床的上方擔心不是會有什麼影響 呃 我覺得2米9其實已經算是蠻高的啦 喔 那你的一個做法呢 你已經盡量去成同樣顏色了 那我個人會認為這個高度 再加上你與天花板是同色系 它的影響不會有了啦 不會有影響喔 好 那然後 喔 再來 欣容 有問說 對耶 我的容有口 難道愛 難怪很愛 距離力爭 然後嗆人 不嘴軟 哈哈哈 我跟你說 欣容 你嗆人不嘴軟 跟你這個容 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的一個關係啦 你看這個口多 你看這個眾說紛紛 有人說愛吃 有人說愛罵人 有些人說會吃過頭 所以我建議大家 我們放寬心去看這件事情 欣容 那我覺得 我覺得另外一個看法 針對你的容喔 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是一個很好的字喔 為什麼 你看你的容有一個寶蓋頭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啦 我們在講說 我們這個家 家是不是也有一個寶蓋頭 就家啦 家啦 家啦 那個家啦 所以通常名字有寶蓋頭的 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你怎麼樣 有 你就是有房子住 那你會有自己的避風港 所以代表你有酷 而且呢 你看你這個容下面 又有一個口對不對 代表你有房住 又有食物吃 所以簡單的講 容這個字 對於你而言的話 這叫做衣食無缺 你看多棒的一個解釋 是不是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 刻意去把一個字 哇 那雞蛋裡面挑骨頭 把它這樣拉出來 我只看口 那就其實 那我覺得有的時候 真的是巧合 巧合什麼 就剛好你的命牌 你的一個個性 你就是有話直說 你很直爽 或者你聲音特別大 那你配這個容 那你可能就會被過度解讀說 啊就是因為你容有一個口 有一個口 那所以就是導致你說 這個講話會比較嗆 放寬性啦 保持平常性 好的來 那然後 有同學 問 老師 雞 第二個字是 以 好嗎 有人說雞有房子住好 是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這樣解釋啊 沒有錯的 分在第三個字好嗎 雞好像不吃草 我會認為啦 雞其實它是雜食性動物 你看雞 雞它還吃什麼 雞像烏骨雜糧啊 烏骨雜糧 烏骨雜糧是什麼 植物嘛 那植物是什麼旁 草字旁嘛 或者是木字旁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有的時候 在解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要只單一的去看說 草這件事情 草它就代表著植物囉 那剛剛講的五股雜糧 它也算是嘛 對不對 來 那或者我另外一個解釋方式 雞是什麼 雞是稻米嘛 稻米在長成稻米之前長什麼樣子 啊不就是草嗎 你插羊的時候 不是插就是插草嗎 你插羊你不可能是插一個米粒 那個米粒在土裡面嘛 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解釋也OK啦 好 有同學問說囉 孩子名字其中一個字可以跟父母一樣嗎 傳統不喜歡這樣子 所以在在取名的過程當中 通常會希望你們提供這個取名的老師 比方說你的孩子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 的一些這個姓名 至少可以讓取名的老師 有一個心裡有個底 第一個會建議不要有重複的字 第二個盡量不要有重複的讀音 至少就直系 或者一等輕二等輕 至少一等輕二等輕 就不要有重複的字 或重複的讀音 好 那然後再來 有Emily問說 老師 我很confuse 我的孩子名字曾經算過筆畫是很好的 但是當時交代一定要寫繁體 可是馬來西亞這裡從小寫簡體的緣故 我孩子從不用繁體寫他的名字 這樣的話是不是就算名字取得好 也沒有用 因為他沒有用繁體寫的老師寫他 OK好 那我覺得 主要是叫 你在稱呼 如果說呢 你寫簡體 但是你在講出來的這個過程 是 一樣是用繁體的這個 一模一樣的這個讀音的話 OK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說像馬來西亞 或是新加坡 有些同學就是習慣 稱呼什麼 就是你寫名字你有簡體 但是你稱呼你有英文 那我必須說這個名字 他的這個靈動力就降低很多了 因為你寫也沒有寫對 你在叫 也不是叫這個中文的這個讀音 那當然那就很可惜了 好的 然後 有同學問說 老師 今年坐南朝北的房子 北方可以整修大門嗎 大門想要開在中間 可以啊 或者我這麼說了 我們以大方向整年而言的話 你在正北方你要修大門 這當然是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我們細部來講 就是比方在 假設明天 明天正北方到底適不適合 敲打做大門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比較精確的一個擇日學了 那就會建議你了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情 你可以去請你信任的過得風水老師 或者是秘密老師幫你 好好地來擇日 挑一個真的適合在正門方 敲打的時間去敲打 好的 來 這個 有同學問 純粹自己屬狗雞 兔有些迷思 OK 好 這個 黃慧有問說 請問老師用蛇 屬蛇 用品字 好嗎 屬蛇用品字 沒有不好啊 沒有不好啊 不會不好 或者我這麼說 其實屬蛇用品字啊 它就是一個 我會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安全的用字 不會不好 但是你說它真的要 我還用了這個字 讓我的整個姓名的這個能量 往上加到八十分九十分 那也不至於 但我個人會覺得說 只要是安全的用字 而且品啊 品這個字還蠻中性的 就是女生可以用 男生也可以用 你只要搭配的好的話 就念起來都很好聽 好 那然後 我再繼續看 同學問說 老師很多人說 林字不好 請問屬猴的可以用嗎 林字不好 其實林這個字不會不好啦 沒有到不好啦 那屬猴的可以用嗎 嗯 屬猴其實我個人會認為可以用啦 一般齁 習慣上面會用王的喔 比方說像是老虎 為什麼 老虎是這個叢林之王嘛 那然後猴子呢 猴子比方說他在 猴子在身上 我們講孫悟空 孫悟空他在這個花果山 他是大王嘛 所以代表自己一個人 在事業上面的一個領導力 是比較強的 所以其實你 我個人會認為喔 就是只要你的名字 真的裡面的組合 或者是部首喔 或者是他所念出來的讀音 代表的含義 不要真的是很明顯的 就是有負面的 這種意涵或者是負面的能量在裡面 大家真的對於自己的這個姓名喔 不要就是緊張到就是好像就是 可能聽到某一個講法啊 就開始否定 就開始覺得說自己的名字不好要改了喔 有的時候我還是要建議大家 當遇到一些不順的時候 先不要把名字放在第一位 先去看一下 如果你相信命名的話 先去確認你自己的命盤 還有包括你現在在走的這個運 好 是不是真的 容易就會遇到一些 比較辛苦的狀況喔 好 那然後 我們來繼續來看 同學問說 老師屬蛇 第二個字是絲 是不是蛇也有地方住 你要這樣講也OK啦 因為我們講說甜嘛 其實甜它就代表了一個 比方說 你要說它是酷也好 你要說它是不動產也好 那其實這些都OK啦 那另外一個其實 絲對於蛇而言的話 就我的一個理解 因為心 心它其實本身心是什麼做的 心是肉做的 蛇吃什麼呢 蛇吃肉嘛 所以呢 你又有甜產 你又有這個食物吃 它也代表了一種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衣食無缺啦 好 它可以這樣來解釋 那你說 秀好像就沒有加到分 我會覺得 以秀而言的話 確實對於蛇的話 那就沒有一個特別的一個加分了 好 那 就保持平常心吧 好 Amelia有說 老師說 流月三月南方是幾方 可以在南方動工嗎 還是因為流年 混席必須要避免 謝謝老師 還是一樣 就建議大家 因為流月畢竟是一整個月 那可是一整個月裡面 又包含了可能 有29到31天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很在意 在南方動工這件事情的話 還是要請你去找你信任得過的命理老師 去幫你做比較嚴謹的一個責日 這個會比較 我覺得比較完整一些 好 Emily問說 很多同學都有英文名 問我為什麼他沒有 幸好我當時堅持不幫他去揚名 不然沒寫音沒教就白算了 對 這樣子就真的還蠻可惜的 好的來 這個 Case問說屬兔 第二個用指 第三個用 這個 在念 菌吧 菌還是菌 有加到分嗎 有啊當然有加到分 簡單的說 因為你這個兔的話 兔 你只是草字旁嘛 那本來就有加到分 那然後再來就是說 以三點水這個字的話 因為兔的五行屬木 那誰可以來生木呢 那就是水可以來生木 所以水字旁 對於木 對於屬兔的這個同學 也是有加到分的啦 好 那再來就是 請問一下虎又方這個字 好像不太加分 對吧 對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字 普通的字 形容說 都用平字對吧 什麼意思 都用平 好 然後 有同學問說 我的華語名 我覺得這個單純的這個名字 比較沒有辦法去判斷出來說 到底是 有沒有加到分啊 那你可以把你的生肖給留下來 眾平問說 老師我屬老虎 之前有別的老師說 我最後的瓶子 說老虎不能生存在平地上 有建議說 要取僧或者是山林的名字 那當然啦 然後 有一個講法是說什麼 虎若平揚背拳欺啊 都是說這麼 哇這個老虎 你不管怎麼樣 在山中稱大王 你是叢林之王 那你到了一個平地 當然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啊 那所以就會覺得 可能 比較可惜 但我會覺得 憑這個字 頂多 對於屬老虎的朋友 沒有加到分 但不會 因為這樣子 你屬老虎的 你用一個平 你這一生事業就起不來了 我覺得這個道不至於 簡單講 它就是一個 對老虎而言 就是不相干的一個字 它沒有加到分 沒有加到分 好 然後 我們再來看 呃 林小宇問說 柯寶惠珠好嗎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 您的 你要問的姓名是柯寶惠 生肖是屬豬 是這樣子沒錯吧 哈哈 OK 來這個 嗯 我覺得 至少來 在寶這個字 我看起來啊 在寶這個字 對於豬 它是有加到分的 但是對於 惠而言的話 嗯 我覺得 真的要講頂多惠 我看 嗯 我覺得惠這個就比較 嗯 一般般對於豬的話 就是它 嗯 我個人也是認為不加分 不扣分啊 你硬要講就是惠 它中間可能有個田字 但是呢 因為它下方有個心啊 那這個心本身跟豬 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喔 好 那再來 阿美利亞問說 姓名筆劃裡 地格總格 都是貴人筆劃 人格是犯小人的筆劃 蒲裔公有火星行陽 所以估計是必須謹慎交友 沒有錯 沒有錯 像這樣子阿美利亞你 你這個延伸的概念 就非常的棒喔 重點喔 重點還是你的蒲裔公 有火星跟情陽 那再加上你的人格裡面 有著犯小人的筆劃 所以你就要特別特別去留意 最重要的就是跟朋友之間 同事之間喔 不要有所謂的合夥關係 也不要有所謂的什麼 大家一起去做一筆投資 那也不要說有一些金錢上的借貸 不管你跟他們借 還是他們跟你借 他們跟你借 你能夠避免 就盡量避免喔 好 那 來 有同學問說老師龍 從名字裡沒有加到分析 唉呦 拍謝啦 這位同學 你的這個 這段話 有點不是很明白的耶 這T-A-N 你說龍 名字裡沒有加到分析 不太清楚說你的意思是什麼啦 好 還有同學問說 唉呦 老師生肖屬龍 名字是胡愛斌是嗎 我在看這個字的話 嗯好像就一般般耶 一般般 就是相對比較 我現在 我先講齁 我現在 因為你們在這個留言上面 你們問我只有看字的這個型喔 只有看字的型 我沒有去幫你們算筆畫喔 那所以就是說我單純只是講型而已喔 如果你的筆畫是很棒的 那其實那也很OK 沒有問題 好的來 這個 有同學問說 老師生肖龍 喔 有加到分嗎 有啊 你這三點水這個 你三點水這個妹 對於龍的話就很喜歡啦 因為龍就是喜歡水嘛 好 那然後 Amelian問說 姓和名里 共有兩個字的部首 都有三點水 對於生肖屬屬的人 有加分還是太多水了 謝謝 我先講喔 就是說 有三點水對於屬老鼠 當然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比旺啦 就是老鼠本來就屬水嘛 那也自己也喜歡水嘛 那你給他一個水的一個環境 對於老 對於這個老鼠生肖的氣場 那本來就是會有幫助 但是因為你有講到就是說 是不是太多水 那是不是太多水這件事情 其實還在回歸你們的這個八字 你要從八字裡面可以去去分析 就是說可能你這個八字 你不能夠有太多水 或者你水太多 或者你很欠水之類的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 那這樣子水會不會太多 但單純從名字裡面看的話 除非啦 你的其中一個字是三個水 那然後呢 你在下面這個名字 你可能又是用用很多水的 那確實水就太多了 好 那個 有同學問說 以前名字叫做陳立芳 對於屬老虎 單純從形上面看起來的話 其實它沒有到非常加分啦 沒有到非常加分 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好 那然後 屬馬 宜萱可以用嗎 可以呀 沒有問題呀 宜萱是可以用的 好 那然後 來 還有同學有問題嗎 我們今天晚上直播的時間 差不多要到囉 好 我再等各位同學 10秒鐘 那再等10秒鐘的過程 就是 還是提醒大家 那 先感謝大家啦 感謝各位同學 就是我們今天 聊 就是特別聊了一個姓名學的一個內容 那大家似乎對於姓名學的 所謂的筆劃不熟 跟生肖之間的關係 還蠻有興趣的 非常感謝各位同學踊躍的提問 那可是呢 還是要提醒大家 姓名學跟在命運裡面的比例 特別是在運運這一塊 它最多最多 就我的一個角度看 它只有30% 那當然對於只有30%呢 我們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是如果我能夠擁有一個好的名字 我至少 我能夠掌握到這30%的比例 不管我的命盤狀態怎麼樣 我30%加進來了 對我有幫助當然是好事一件 那可是就另外一個層面來講 如果說呢 你真的是 你可能已經改了很多次了 你比方說像台灣 台灣好像改了三次 就沒有辦法再改了 又或者是說你的家人 特別是你的父母 他不希望你改名字 又或者是說在一些傳統的家庭裡面 你們是有族譜的 比如說你可能是正字輩 你可能是顏字輩 你的兄弟姐妹 都必須要按照族譜的這個名字 下去來使用姓名 真的改不了的話 那我也建議大家 我們就對於姓名放寬心 千萬不要日後遇到什麼不順 不管是事業的不順 生活的不順 人際的不順 你就一直在怪罪你的名字 怪罪你 就是給予你這個名字的這個 父母真的沒有必要 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的名字真的改變不了 那我要了解說 我名字的缺點在哪邊 因為這名字的缺點 容易會讓我們在面臨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出去選擇的時候 會判斷錯誤 那你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就是不要被情緒帶著走而做決定 然後不要就是在可能 在選擇朋友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要嚴謹一點 不要想著就是說 對方跟我玩得很開心 所以他是我兄弟 或者他是我閨蜜 那就因為這樣的過度的相信別人 那就會容易出問題了 好 那感謝各位同學的參與 感謝各位同學的參與 那也希望呢 同學們如果說今天晚上直播的內容 你覺得對於你的某位親朋好友 他似乎會有興趣的話 記得把今天的直播分享給他 那我們就下次直播再見啦 大家晚安 拜拜